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早上好 早上好呀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宝山 现在我们去南宁站 先坐动车去昆明 然后再换乘到宝山 来哦 你不要看出这个 知道吗 你能挺一点吗 我们12月就坐到宝明 然后再换乘到宝山 然后再换乘到宝山 你还是别的吗 不知道 要放在那里吧 有车中车中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乘坐中国铁路 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动车组列车旅行 本次列车 八十年前呢 今天中国远征军在滇西 对日军发动了反应 正式抗战以来 中国军队第一次 对占领我国土的日军 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他们跨过木江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 与日寇雪战 今天我们重返木江湖县 看看远征军 夕日奋战的足起 现在我们到国平了 去换场 现在我们到国平了 去换场 现在我们到国平了 去换场 我们去换场 那车是绿色的 第一次接着 车向前走 四道十六号车 车请转身 往楼天后边走 可以我面对面坐 可以打牌 来哦 七 这里 打の下 我姐妹 有有咸そうですね 是的 chapter 好 对 你 来 你 对 我 来吧 经过一天 终于到了 好山山 应该有共享单车吧 你要起单车 好 单车 共享电动车 不懂 快跑 走走走 到雾桥 直接电动车走 一人一辆吧 一人一辆 过去还蛮快的 宝山地处于南西部 内宇大里 临沧 木江 德红 毗邻 外与缅甸山水相连 是云南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也是哀劳古国的故地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和贸易集散地 无论是古代的西南丝绸之路 还是抗战时期云华物资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 乃至今天的一路一带 和中印梦缅经济走廊 宝山都是滇西南地区的重要节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 去为他爸爸埋葬了个爸爸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他没有迷惑的去 这种酒店返回到道夫 明天怒江徒步 去看看那座改变国人命运的惠通桥 晚安